在这里,我们讲的是什么? 对 凭博词、横词的阿拉之尊名 今天我们学习关于Tadayur 也就是有些人相信的一些凶兆 Tadayur Tadayur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有些人觉得某些事情不激情 他们猜想某些事情带来凶兆 带来不好的结果 他们觉得看到某些东西觉得是凶兆不好 比如他们觉得看到黑色的狗不好 他们觉得看到某些东西是不好的事情 凶兆 或者他们认为听到了一些什么声音 是一些熊招 比如听到了驴的叫声 狗的叫声 他们在一些时间上认为某些时间是不吉祥的 例如在沙漠的时间是不吉祥的 或者有一些人认为沙漠的时间是不吉祥的 或者是某个星期的某一天是不吉祥的 等等 或者他们认为某一个地点是不吉祥的 比如有一个地点发生过车祸等等 他们就不再走那样的路了 不走那条路了 他们觉得在穿衣上有一些不吉祥的 有凶兆的衣服 他们不穿 他们对于一些数字 他们觉得不吉祥 不时钟 这种相信熊招的行为 是一种小举办 或许它会上升到大举办 穆斯林不相信熊招 那些相信熊招的人 他们都是举办阿拉的人 是违信师 穆斯林光明正大地做事情 对阿拉有善猜 这些熊招的行为 我们作为穆斯林应当予以避免 有些人觉得搓搓右手 快快右手就是这个激情的 快快左手那就不激情的 这种想法都不可以 或者摸摸右眼 摸摸左眼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有些人笑了 或者一个人说 你笑得怎么样 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如果他相信 那都是不允许的 有些人想要结婚 比如一个人想结婚 他在犹豫不决 结婚还是不结婚 他怎么做呢 拿了一个东西 然后他说 他在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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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拿一些数字 来数这些数 结婚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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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数到最后一个 一个纸团的时候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认为就是 结婚了或者不结婚了 采取这种方法 这都是愚昧的行为 或者他说 他在犹豫不决 他在犹豫不决 然后他在犹豫 他在犹豫不决 或者看着两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结婚那个地方不结婚 然后两边来回说 说着话两边来回转 最后听到结婚 那一方向就结婚 听到不结婚 那一方向就不结婚 采取这种方法 都是愚昧的行为 有些人采取这个 凶罩及罩的 这个 这种行为 以至于在 在这个 学习古兰经的时候 كيف 怎么会出现呢 当他这个 想要结婚的时候 他把这个 并不是刚才说 学习古兰经 就利用古兰经 他把古兰经 放在那儿 然后打开 他们随便在 他们随便在古兰经 就是利用这个古兰经 并不是学习古兰经 如果利用这个古兰经 随便打开一篇 这篇如果写的是 古兰经经文 他们就去结婚 如果这一篇 随便打开一篇 如果不是的话 他就采取不结婚的方式 采取这种方式 故事 讲一个故事 一个国王 想要去打猎 一个官员跟他说 一起去 他说 来吧 咱一起去吧 当他们走的时候 这个门也接着 门也接着 门也接着 当时国王就这个 受伤了 手上受了一点伤 这个部长大臣就说了 那个敢赞阿拉 因为使者告诉我们 对于信誓来说 所有的事都是好的 这个国王就非常生气 把这个部长大臣 抓起来 放到监狱里头 然后对他说 说你是不是 被投入监狱了 قال نعم فقال يعني مستهزئا به قال الحمد لله السجن خير لك مثلا القبع خير لي 然后这国王就说了 你应该 敢赞阿拉 好事情 就像我当初 把手 受伤以后 也是 也是好事情 敢赞阿拉 然后国王 就是这个 把这个大臣 留在监狱当中 自己去打猎了 在打猎的狂当中 遇到一群人 把他给抓住了 他就问 您为什么把我抓住 他们说 我们要抓住一个人 然后为我们的偶像 这个献生 他说 这个国王说 我是一个国王 قالوا أنت أحسن قربان 然后他们这群人就说 يعني كفسمين 那你作为一个国王 那是最好的献生了 把你杀掉祭祀 فقالوا قيدوه 然后把他给抓住了 捆住了 فرأوا أنه مجروح 然后突然看到 国王的手上 有一个 傷口 فقالوا أنت معيب لا تصلح أن تكون قربان 然后他们看到 这个傷口 之后 他们就说 你现在手上有傷口 不适合做 这个祭祀 做先生 然后把这个国王 给他放了 这个 他这个 死里 逃生 然后他回到 这个 回到自己的国家 来到自己的 那个大臣 那里 把这个大臣 放了出来 وقالوا صدقت هذا كان خيرا لي 他说 对这个大臣 就说了 你说 你说对了 我当初 这个手受上这个伤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现在 قال الوزير لا 然后这个大臣 说 并不是 أنت صدقت للملك 你说对了 عندما وضعتني في السجن وكان السجن خيرا لي 这个 你当初把我 放到监狱里 这个监狱对于我 才是最好的 قال لماذا 这国王就说 那为什么呢 قال الوزير الملك لو خرجت معك للصيد كنت الآن فيعداد الأموات لأنني لست بمعي 如果 我当初和你 这个 一起去 去打猎的时候 就会把我抓起来 我手上没有 身上没有 伤口 没有 没有缺陷 必定把我 作为先生 给杀掉 作为 穆斯林 不 相信什么 凶兆 急兆 حصل ما حصل ل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في أول الدعوة 在这个 使者宣教的初期 ولد أتيمة 这个 出生 就是一个 他在 出生之前 他的父亲 就归珍 ثم 满了 后来 他的母亲 又归珍 كان في كفالة الجد فمات الجد 后来 他的爷爷 这个 收养 然后 他的爷爷 又归珍 يعني ربي الجد ثم 然后 他的叔叔 收养 然后 他的叔叔 又归珍 后来 作为 穆斯林 应当 做的是 放 不要相信 这些 凶兆 疾兆 作为穆斯林 应当 只 妥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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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